我希望1月11日的总统跟立委选举 也能够有好的基础 能够有好的成绩 我希望唯一的总统候选人 就是韩国瑜 各种讯息都有 所有的讯息都应该确认以后 我才能够做处置 不能只是风吹草动 我就要去理论 这也不好 因为任何一个政党 都是要团结 才能够在公平的选举当中 获得圆满的胜利 就如同去年2018年一样 我们在九合一大选里头 赢得全面的胜利 这是四五十年来最大的胜利 从22个县市赢得15个县市长 22个议会得到了19个议长 没有会选的时间 没有选举诉讼 没有选举纠纷 而能够赢得光荣 全面的胜利 我希望1月11日的总统跟立委选举 也能够有好的基础 能够有好的成绩 我希望唯一的总统候选人 就是韩国 就是韩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